大家好 我是王友中 欢迎收听这个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台大医院副院长高淑芬 我们的高副院长呢 应该是儿少精神医学的权威 也得了国内外很多奖 您好 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或观众好 对 听说您在这个同时期人家叫你高妈妈 然后病人病患叫您是阿姨 我看您非常年轻 我看你非常精神异议 年龄丹男是不年轻 不过我的心智还有我的体力尽量维持年轻 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你一定对儿少精神医学来讲 我觉得你从事这个工作 一定您自己非常的喜欢 也非常投入 对不对 也非常关心 所以等于是施病如亲或等等 您是从小想做医生吗 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我从小 第一个我想做老师 因为我从小就是会看到邻居的小孩子 有时候父母非常忙 那没有办法教他们 所以我从 我记得从国小一年级开始 我就会教邻居的小孩子 读读书啊 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最大的希望是做老师 那后来我觉得老师以外呢 我又对医学也有兴趣 那我发现很多人有病痛 我就想当医师 那我现在其实就是医师的老师 因为我也是培制很多的学生 那其实学校的老师也可以算是我的学生 因为我也常对他们演讲 来帮忙他们 教他们怎么样去能够辅导学生 我看了一件资料 您小时候是家里面是个快乐家庭 然后呢 家里有七个小孩 但是你有六个博士 那您是到耶鲁学博士 当初是把孩子 两个孩子带去 跟你一起去修这个博士 那是我很大的 期待也过得非常快乐的 因为学生嘛 就学习 所以你小时候家里是有爱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一直都带着这个情绪在工作 对 我们不富裕 但是呢 父母对孩子是非常关心 然后兄弟姐妹的感情非常好 一直到现在 虽然父母都不在了 我们还是都会很强的那个年久度 可是小时候就像我们两个差几岁了 差个五六岁了 我变大个五六岁 可是差不多算是一代了 可是我们小时候好像这种 这种儿少的这种精神医学 好像并不 Case也不多嘛 好像我那时候我小时候皮压干嘛 我妈说你皮压 我就跟我妈说 有时候我跟我妈讲我心情不好 我妈说你吃饱了撑的 哪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您是很早以前 就是专攻这个儿少医学吗 精神医学 30年前我开始接触实习医师 然后当医师的时候 我其实就会觉得我要做儿童的部分 为什么 30年前 对对对 就是我开始在医学生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 所有的问题其实是从儿童时期开始 不管我们的身体或心理的一个问题 所以假如说我们现在治疗一个成人的时候 他太有困扰 他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做好 或是他有没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他小时候 若是就能够处理 原生家庭 对原生家庭或小时候的整个成长 我们就能够帮忙他的话 其实我们解决了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我也是看了一些书了 看杂书 也是讲说小时候是在决定你的精神 各方面身心状况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对 比如说如果你小时候过得很快乐 你一辈子都在做你小时候那样的梦想 如果说你小时候不快乐 一直想去弥补小时候那样的状况 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状况出来 有健康的不健康的等等 对其实这些都很复杂 所以我们只能讲 就是说绝对也不只是医师 我们也希望从家庭教育 或是从学校 甚至这个社会国家等等 这个环境怎么样让孩子是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 其实是蛮重要的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不管是网络社会 还有整个社会的变化比较大 资讯也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所以现在儿少精神状态 基本上比我们小时候差很多很多 是没有错 因为这个时代的一个 也说是一个进步或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让孩子的成长的环境已经不单纯 也许我们可以说小孩子 他是父母养的或是学校老师养 可是现在从小若是他有很不恰当 接触太多的网络的一个讯息 在他成长他找出到认同 或是价值观等等 可能就会出了很多状况 有时候我们其实没办法掌握 比如说他在网络上 接受不恰当的讯息或被霸凌 这些其实比在学校或在家里出现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马上来处理他 更复杂 对 因为我们都是做父母之后 才学习做爸爸妈妈的 那电视机或者是书记前面的听众朋友 对现在的孩子的整个环境 如果是你不常跑学校 甚至你常跑学校 自己的本身的训练并不够 就是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 没有什么特教老师 那学校也没有什么 清晨的医师的专业帮忙等等 那他父母就面临一个新的环境 怎么办呢 对 我必须要讲说 其实因为过去 您刚才提到说 父母可能就随便说 吃太饱等等 那是也是因为我们过去 真的比较不同的 因为社会的一个进步情况不一样 在以前我们可能是 小孩子有温饱就好了 先把身体上面不要感冒不要生病 可是慢慢的我们也开始去注意到说 有些小孩子一直有状况的时候 在小时候也许就会变成边缘的学生 那个老师就觉得他不听话不乖 或常被打骂成长 那我们也发现现在社会 有些边缘的人也许他很早就被抛弃了 没有帮忙他 您记得小时候有部电影叫风女18年 就好像村子里面或者什么地方 尤其在村子里面 觉得有点萧萧 好像父母这样觉得就给关起来了 他应该可以治疗 只要他们有那个知识 其实可以治疗 可以像一般的人一样生活 那就像说现在 其实小孩子的每个阶段的一个问题 其实都可以找专业的医师或做评估 来确定说他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可能怎么帮忙他 您现在觉得学校特教老师或学校 其实已经观察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不管是过动儿等等 其实比例是越来越高 还有一些东西 还有这个比如少年犯等等 少年回来之后 这产生的问题 像割警案等等 都是让很多老师跟学校单位 非常上脑筋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复杂的问答 我只能讲说 假如说以自闭症或助力不足过游症 这个比较是 可能他从小生下来就有的 只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发现他 或是他的症状严不严重 我觉得这个比例应该没有真的增加很多 只是说我们过去不太知道 或是过去因为环境单纯 比较环境也可能比较支持 这个家庭体系系统也比较完整 所以他的问题可能不会呈现这么复杂 可是现在有网路 环境也更多复杂 父母可能压力也很大 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 可能就会让他们的症状更凸显出来 更明显 当然我们也对这方面知识比较多 觉得不能放着 我们要帮忙他们 我是蛮希望帮听众朋友去了解一下 儿少精神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常识等等 透过这节目 不过我们今天不能谈那么多 所以我们大概就集中在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过动症的议题 还有有机会我们在谈自闭症这样的议题 我觉得先把过动症这个 因为现在的比例也蛮高的 就是儿少过动症 也就是儿童的了 我们先谈这话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是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淑芬 如果各位呢 请应该上网看看 还有我们那个高妈妈 我家高妈就会比她年纪大 然后呢很多病患呢 叫您阿姨 其实看起来非常年轻 可以看一下我们高淑芬副院长的 她的经历 她是专门研究这个儿少精神医学的 达30年的时间 得了很多奖 那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要跟你来谈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儿少精神状态在这个变化这么多 还有网络社会里面很多家长深受欺扰 然后有很多孩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办 那你就看精神科 现在会不会有人看精神科 先来看你们还是觉得 我们小时候那个状态觉得 哎呦好像有神经病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误解的事情 OK 我觉得我们所谓看精神科或是心智科 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有心智科 心理的心智慧的智 因为它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更多的研究知道说 不管你的行为你的发展或是你的情绪等等 其实是脑部这个整个的 也许我们的化学传导物质的不平衡 那也许脑部的功能也许比较慢的发展等等 所以有更多的这些研究 我们就会把它开始讲说心智科 因为就像我们身体有胃肠系统 有心脏系统肺脏系统一样的概念 而且都可以医治的 对都可以医治 最重要就是不要污名化 没有问题就是好找专业来治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很坏 一听到我们去精神科干嘛 觉得这小孩子完蛋了 或者这个家长有问题了等等等等 OK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 我们今天就把它锁定在一个 因为我们刚好最近有部电影 就是叫小小 然后林品彤那个小女孩 因为演这个过动症的孩子 还得了奖 不过这部戏 当然后面专家和特教老师也有意见 觉得好像是过动症 其实这个电影并没有讲述的非常完整 对家长跟特教老师 我们先把这一题放到旁边 我想提的就是说 我也碰到很多我们自己的同事 就年轻一代的 他们做家长的时候 他们一直跟我聊天 聊天 你就像好像韩国有一个剧集 叫做我金子一般 我金子 我金子一般的孩子 讲的全部都是这种精神状态 比较有问题 或性质方面有问题的青少年 或者是儿童 那我下一代的这些制作人 编剧还有同事 很多他们的孩子 也有自己这样过动形象 干嘛 也很烦恼 好像比例变得很高 是不是 在台湾的状况 我觉得比例 我做过全国性的调查 用诊断会谈 实际上在助力不足共证 大概7到8% 你说全部有孩子的 有7%那很高 对是蛮高的 比以前高很多 其实跟国际上的 还有我在10年前 在国中一年级做的 其实是差不多 只是说 以前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 会去看医师 然后很多人就会被认为 这个小孩子不听话 不配合等等 那实际上蛮多事 他真的不能控制 他不希望天天被骂 天天被提醒 那现在只是说 父母也开始 或老师也比较有这样概念 那这样网络时代 所以这个他的问题 可能就更凸显出来 那就会有干扰 那就会说 那要看医生 原来现在可以找到医生 可以看 可以治疗 所以比例有没有增加 很难讲 有没有增加 搞不好以前就有这样状况 对 我是很粗浅的 有听很多人讲 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环境 空气 过敏 食物 当然有很多的过动症的孩子 发生在都是 不要家境 在贫穷犬之下 或者是担心的很多 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那过动到底是先天的 还是后天的 还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还是怎么样 好 只要真正的注意力 不足光阵 应该是先天的 你说注意力 不足正后阵 他全名叫做 对 他全名就是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所以他有专注力的问题 那他的还有过动 那其实这个过动涵盖的 还有个冲动性 所以他实际上 核心是三个 专注力的问题 冲动还有过动的情形 这三个合在一起 才叫 ADHD 就是ADHD 大家就习惯 就是因为实在太长了 就这样过动症 但是有些孩子 纯粹就是专注力不好 一直分心 然后一直发呆 然后就是也很懒 很懒得动 做事情慢吞吞的 你好像 他就趴在那里 拉不起来那样子 可是他的过动 可能不明显 就是东摸摸西摸摸而已 对 所以他其实他整个来讲 可以说我们脑部的自我调节 出了问题 所以他 这先天还是后天的 先天的 先天的 除了有一些小孩子 我也做了肠内菌 肠病毒的影响到脑部 产生脑炎之后的小孩子 确实他们有比较高的比例 有过动症的这些症状 那基本上就是你脑部 哪一些相关的区域 功能比较不好 你就会呈现这些症状 那那个就很清楚的 有脑受伤 或是脑发炎出现 不过大部分我们看到的 百分之九十几 其实他就是先天 他有这样的问题 什么时候发现而已 可是为什么会总共发生 在比较贫穷性下面的孩子 或单亲的孩子比较多 过动 那不是后天会影响吗 会不会 其实只要真的来讲 他跟社经地位 应该没有真的相关 你说过动症的话 对 可是那一些的家庭 可能他们的资源比较少 比较没有办法 真的从小就找老师 来给他做早疗训练等等 或是父母 要忙于赚钱 比较没有能力技巧 去来帮忙他们 要不然实际上跟父母 就是他发生的原因 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他后续 他的症状的严重度 有没有到很干扰 跟家庭就会有关系 OK 他有没有早疗 会不会有不积极治疗 或者是学校的环境 对 或者是偏乡 或者是经济状态 对 会让如果那种倾向的孩子 若是真的是 的话 他就会更严重 对 那为什么比例会比以前高呢 还是您认为 没有比以前高 比例 其实原则上跟以前没有差到那么多 只是说我们现在确实 他的问题更严重凸显化出来 然后我们也比较知道 要怎么去做诊断和治疗 但是还是有一些学说 也发现说好像缓慢在增加 那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环境中你知道吗 我们有环境荷尔蒙 我们环境中还是有很多 暴露的一些对生理危害的 一些环境 或是母亲在怀孕 假如说喝酒 这些抽烟空气污染等等 这些多少 因为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疾病 它是很多很多基因 跟环境的影响 那环境很大一个部分 是怀孕的时候 也算是一个环境 所以多少这些 但是这些证据 除了喝酒 母亲喝酒喝得很厉害 或是有这个母亲 在怀孕的时候的感染 或小时候一生下来 就有脑出血 除非很大的 这个对脑伤的证据 其他真的到现在 没有说有很强的证据说 环境的某种铺路 一定会跟过冻症有关 所以先天的还是比较多 对 可是先天来讲 如果受母体的话 现在环境变化也比较大 就是接触 比如说睡眠的时间 社会的压力 需不需酒 抽不抽烟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有drug 对 也会影响到母体 然后影响到孩子 对 这也可能会是 比例增加的原因 对 这些有可能会是 比例增加 没错 对不对 也会有这个状态 所以怀孕 母体其实也很要注意 这样的状况 是是是 只要讲到母亲怀孕 对小孩子的影响 那又可以讲一两小时 对对对 就今天不讲了 今天不讲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谈谈这个 所谓的ADHD的过动症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 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淑芬 高淑芬呢 人家叫称呼为高妈妈 是这个研究 儿少精神医学 达30年 我觉得各位可以去看看 Google一下 这个她的经历 实在很精彩 我们可以把放慢速度来聊天 就说刚好有部电影 叫小小 谈到郭董儿 当然这个电影是一回事 重点是说 真的我相信我们 听众朋友之中 或观众朋友之中 很多人旁边的亲戚朋友 不管孩子是郭董儿的 或者老师 或指导说 班级上有郭董 郭董证的 其实很辛苦 这些孩子也辛苦 家长也辛苦 那整个 整个学校也必须要 面对这样的状况 对 那包括不是郭董儿的 这些父母 他们的孩子上学 跟郭董儿相处 他们应该要 也应该有相对性的 准备或怎么样 等等等等 那郭董儿现在在学校 当然就 学校打不在 普通的班级里面 不需要分开 对不对 还是在一起 是比较好的 对 除非特教老师 是真的 他们在给他们 上一些课程 在一起课程 那 是不是很明显的 郭董儿的 会有很多征兆 看出来 确定是要 还是经过这个 你们精神科医生 说他是郭董儿 是 是 是不是还是要经过 很多的这个 在去医治的时候 对 我们诊断 他是不是ADHD 还是要一个临床诊断 那我们包括 我们观察这个孩子 跟他谈 父母提供资料 老师提供资料 那很典型的 他应该 就是要有很典型的 专注力上的问题 冲动的问题 过动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是在各个情境的时候 都会出现 那最重要 他已经影响到 比如说他的学习 上课50分钟 他可能只有听5分钟 其他都在发呆 或是分心 然后他的学习 可能也有影响 一个功课 半小时功课 写5 6小时 可能也写不完 那拖拖拉拉 那在他人际关系 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他没有耐心 不能等 那很容易 可能有些时候状况外 可能也会被排斥 那亲子关系 当然会受影响 那最重要是 这个小孩子从小 可能一直被提醒 被骂 被指责 这样的成长 对他自我 他也会相对 比较自卑 越来越严重 对 没有自信 对 那这个长期的挫折感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能也衍生出来 之后也许有焦虑 忧郁 或是物质使用 等等的其他 或行为规范的问题 因为他怕被骂 可能常需要撒谎 或是他可能需要 做一些不恰当 想要什么东西 他们很冲动 可能就去拿 或去威胁等等 就是一些不恰当行为 情绪控制等等 不好 都会再出来 现在学校教育方面 还有这些 有过动而倾向 或者已经去看诊的 这样子的父母 家长来讲 积极 有积极度怎么样 就有没有积极 我觉得真的是 差异很大 常常我会提到 就是说学校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的教育单位 在对这些小孩子 只要被医生确实诊断的话 他们会对于他的学习 可能就有资源教育 会个别的额外补抢 那另外的话 假如说他还是有 社交上的问题 那基本上学校资源够 都是会给予 就是个别 或是团体的 社交的互动 那其实还是有再回来 就是他的老师 其实会做班级经营的老师 也了解这些小孩子的问题 所以老师的位教 也是蛮重要 那我当然很希望 他能够变成 他们正式修教育学分的时候 对小孩子 这些基本发展 行为情绪等等问题的 要怎么处理 能够真的学得好的技巧 那他如果做得好 其实会变成班上的同学 也是个很好的成长 对对对 看老师怎么做 对来协助他 我不会把他污名化 那您的了解怎么样 了解一些些 现在这些老师 对总会叫 我觉得相对来讲 老师对这方面的了解 越来越多 然后呢 做的也比以前好 那但是还是差别性 可能还是蛮大的 你说都市或者偏向 还是怎么样 其实也很难讲 我觉得这个 就会回归到 他运气好不好 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老师的素养还是很重要 老师素养还是很重要 所以有些父母为什么会很担心 说课业不重要 只要这个老师能够包容孩子 因为其实包容孩子 孩子被鼓励了 比如说他来治疗了 我也鼓励他 下次表现可以差异很大 可是他假如说 会有明显的进步 对他们其实鼓励 对他们是很有用的 OK 这个我们了解了 就当然学校方便 或者老师方便素质 可能努力要够 然后也希望父母能够 如果已经有过冬 诊断为过冬症的话 也应该带孩子积极治疗 对 我觉得这是一部分 他毕竟在班上 占非常少的部分 对 那正常孩子 还是在比较多的比例 对对 我比较care的是说 这些孩子 或这些孩子的家长 怎么面对班上 有过冬儿这件事情 而不会歧视 对对对 不会歧视过冬儿 或者每天在那边 或者家长会吵架 等等 那会闹得气氛很糟糕 我听过这样的事情 还蛮多的 这个东西 您的建议是怎么样 我觉得假如老师 有好好沟通 或是说家长 也开始了解说 其实这个孩子 很多人就像生病一样 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然后也 其实若是老师 好好沟通 其实家长是会接受 其实蛮大的问题是 有些家长会觉得说 真的有ADHD的父母 又不承认 自己小孩子有这样的问题 又觉得说 是老师你处理的不好 那因为确实我们有些ADHD的小孩的父母 也许也有这样的体质 也比较没有耐心 等等 那不愿意好好带小孩去治疗 学到家长 对就会造成其他家长 要帮忙你也很难 因为他要考虑他的小孩子 会不会受干扰 或是会不会不小心被碰被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常会跟老师讲说 其实这个有ADHD的小孩 一定要跟他很清楚的讲 这是可以治疗的 他如果需要转介什么医师的时候 也可以帮忙 然后那另外一个也让其他小孩讲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他可以去了解 别人是有困难 我们怎么样帮忙别人 那甚至变成有些是班上的运动 比如说他周围的同学呢 就是不爱讲话的 那还会提醒他 好那我下课就可以跟你玩 那这样子班上的力量 其实也会对他们有帮忙 我觉得小孩子好教 就是班上真的有郭栋梦的话 老师我正有耐心 也很爱心 也有科学常识 也有味教基础 然后呢 我叫孩子好教 可是说男的 我就是那种 那种直升机父母 或对孩子比较宠的 或怎么样 会比较麻烦的父母家长 那个我觉得对孩子跟老师 也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威胁跟压力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伟仲 欢迎收听 我说我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台大医院副院长高淑芬 这个同事都叫你高妈妈 然后病患呢 这叫陈寗阿姨 是极具爱情 也极有成就的 然后研究这个儿少精神医学30年 我们今天呢 要谈那个儿童精神医学 某一部分就谈到过动症 其实儿少这个精神 这个医学 我觉得是很跟家长啊 跟整个社会的表现很大 孩子也是我们你的未来 那现在学校有很多儿少精神的状况的问题 我们刚好有一部电影叫小小 那个李品彤 也得了这个金八奖最佳的女主角 最年轻 他演的郭东正的孩子 所以今天来先谈郭东正这个事情 以后有机会再跟您请教 其他儿少精神 也最方便的一些问题 我们刚才谈到 如果是郭东正的孩子 在一个班级上出现 当然现在教育方面 老师都会有相对性教育方面的问题 但是说到孩子 你说其实如果老师给孩子很多教育 大家来帮助郭东儿 我觉得老师应该做这个不难 孩子基本上会有爱心 也会 大家会有同学 也会 我觉得也会有这样子情况 我就比较麻烦的 我听到的是 很多同班级的家长 就正常孩子的家长 会排斥这样的孩子 甚至会对这种 郭东儿的父母很多压力 想转班 很多这样 那这个反而父母跟家长不好 不好去教育 您知道这个状况吗 对 我知道 所以其实已经 我们对于这个教育 不是只有在小孩子 他自己的父母或是老师 我们希望全民教育 就是说都是大家可以更清楚的说 郭东正是一个 其他的也是 就实际上是 当一个人他生病 他有需要有问题的时候 这每个人都会发生 那我们也不可能 让我们自己的孩子 只有自己一个人成长 他永远是在团体 自从明前学 对 不太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 他成长的经验里面 去体会 去了解别人 所以我是觉得 应该是全民运动 大家都可以了解 每个人你走在路上 刚好看到一个 可能是郭东正 他有一些不恰当 被父母 也许有一些压力的时候 你可给他怎么样的支持 对 而且你儿童 或者是青少年 你到社会上去的时候 你也不是社会 也不是完整的 社会现在多少的比例 你也知道多少比例 有遭遇 什么焦虑 也会有反社会化的人 几乎以前25分里面有一个 一个搞不好会增加 你面对那种状况 你是躲开 还是排斥 还是主动 大家全面来帮忙 让这个社会 能够比较更和谐一点 或等等 我觉得这也是要学的 对 我想父母 其实大部分父母 其实也慢慢 因为我们现在有教育 其实都可以了解 可能某一些父母 他自己没有安全感 他也许就是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他也很大压力 希望他的孩子 都是被保护的很好 那所以他就会 也许过度的反应或敏感 所以我觉得 那个比较特别的一些父母 也许有机会 老师可以更多的机会 去跟他沟通 或者说相对的 假如说那些父母 也有机会 多听一些 有相关的一些 卫教的演讲 多了解 或甚至个别 真的不放心 就去找那个个案的医师 或是治疗师 来了解一下 也许就可以解决 他的困惑 所以我相信 那也是少数的 大部分的父母 还是很愿意 他的小孩子 能够学会帮忙别人 因为这个同理心 也很重要 对啊 不过有些父母 真的比较激烈一点 你说真的要怪这些父母 好像按人性来讲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 是在一个健全环境 等等来讲 你也不能完全怪 可是事实上 人生没有办法 再健全的地方成的 但是这个就是要 慢慢教育 然后家长本身 有一个核心了 如果整个家长 有个核心 都愿意帮助别人的话 那就会比较良性发展 但是任何事情 都要一个都更 整个大楼 炒了就炒翻了 社会接触就这样子了 对 可是这是一种学习了 我觉得如果你要学习 学习去关心这些事情的话 我觉得不能说好心好包 但最起码你会了解 社会一直都在变化 你不可能永远都一开一路顺风 一定要听一些专家意见 或者听一些传播 要去了解这个状况 您是觉得其实这样的父母并不多 在班上 对 整体来讲不是那么多 社会的整个整体教育还是好的 对 整体 我觉得尤其现在我们有更多 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卫教 或是让大家更了解 这相关的一个疾病 而且他不只是他在班上 他总是有一些亲戚 或是其他的朋友 也会常常讲说 他小孩子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可是受到其他家长等等排斥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人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同理 然后可能也有更多的机会去知道说 那我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好 我们就回来讲 郭东正 这部电影小小 就我所知 这个电影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讲 很有兴趣看 可是有很多特教老师 或者是你们研究 儿童这种精神医学的 觉得那个电影 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会怕别人会误解 您去看了这个电影 对不对 对 也是要朱利赶快买票人 你看 对 我马上当天发现 我就去看了 因为我觉得他既然提到说 有朱利不足公共争症 那我很希望就是 这个到底是一个正向来协助 他们去污名化 给父母的一些 一些支持呢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必须想 这个电影 当然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 那他也得奖 这一部分是非常好 不过因为他提到 朱利不足公共争症 在某一些部分 譬如说 我觉得还是有点点会 也许会不经意的污名化的 没关系 您讲 您讲我们大家互相学习 我觉得他的 这部电影还是一切 一定是好意 但是你说 你也说的 艺术表演 有时候会让 会让事情比较 对 夸大话 或怎么样等等 您看到的一个电影 您觉得观众 应该有什么样的了解 在您这方面 你认为 就我自己看过 舒清明的 朱利不足公共争症 你要讲多久 那我要看时间 不要讲的 不要长一点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OK 好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 台大医院的副院长 高淑芬 我们高妈妈 我们高副院长 其实是 儿少精神医学的专家 我们刚才谈到 很多儿少精神医学的东西 不要今天谈的是 不要在过动症 ADHD的方面 那刚好有部电影 小小这部电影 得了金马奖 最佳女出小奖 那个林品同时演 这个过动儿 那你马上就看了 又跟您的专业有关系 是 你看了 你很赞成 他们说的是很好 好意 也比较艺术化 可是里面有些东西 你希望更 让观众能了解 您给我们讲一下 您看后的心得 好 因为在一个 我这样 数千名的 这个个案的经验里面 虽然小孩子 有这么多的一个问题 可是实际上 结果好的治疗 父母的支持 还有学校同学的 这些支持等等 其实他们都是越来越好 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电影 可能会让 确实有很多的家长 去看了之后 就不太希望 别人看到 因为他们觉得 有点伤了他们自己 如果自己还是有 这样子的症状的话 对 因为他里面有 提到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不只刚开始同学 可能不喜欢他 霸凌他 甚至他相信的同学 最后也证明 好像有点在利用他 那这个实际上 跟我们 我们不是这样子 其实他蛮多的孩子 值得到同学的支持 爱心 而且他们也是热心住人 所以他们也是有建立 很好的人际关系 还有家庭的付出 也是因为有可能 小孩子这样问题 让父母更 也许又有争吵 那因为小孩子 要一起合作 来帮忙他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会 因为父母都会 要来治疗 来帮忙他 然后改变他们态度 所以可能 两个感情更好 那老师的部分 更是有点让 因为里面有 甚至提到说 老师跟妈妈 有一些感情上的一些 爱情存在 这个实际上 我看了几千名的孩子 好像我也没有听到 我们有任何一个个案 有提到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对真正在协助 这些孩子 因为这是电影的效果 但是可能对他们来讲 因为有不少的 对我反应 就说 这样好像有点污名化 他们在面对 这些孩子的挫折 需要借由一些 我们不认为 适当的方式 来解除他们自己的压力 那再来就是 我本来有点期待 就是说 那这样的孩子 真的是刻苦铭心 这个一路走来 颠颠 非常的 齐居 非常的辛苦 那慢慢的走向 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 但是我们就感觉 就最后是 就结束了 好像很多问题 都没解决 他在学校 还是不能失忆 然后他们两个人 爸爸离开了 那就没有让我们感觉到 期待 我们有时候电影 会希望有一个好的ending 比如说 两个人误解了 后来 你朋友或是父母之间 他们了解了 然后他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 那这确实跟我们临床的工作上 是不一样 所以我看完之后 我当然是 我们后来都没有发表 任何 我们学会也都没有讲话 因为我们不希望有一种感觉 好像这是一个电影 我们当然是鼓励 所以我们就 本来是学会想要包场 那我先去看 后来一看的结果就不适合 因为大家一直也有讨论 就说我们就都不再讲话 要不是您今天提 我们也没有再提 那门诊有些父母会来提 就说他听别人这样讲 然后在讲的时候 就哭了 他很难过 就说好不容易有一部讲ADHD 可是怎么都不是跟他们实际上 呈现出父母 后来为了孩子 彼此的团结 跟老师怎么样合作 来帮忙这个小孩子 因为我有很多的小孩子很棒 现在当教授当所 对我看了那些例子 对 你的采访的时候也提了到一些例子 对 不过这个行业 有时候传播行业 或者是说影视行业 说好听一点或怎么样来讲 他有时候就是抛砖引玉 对 他不太可能在一个电影里面 把所有东西都顾及到 因为电影 所以有很多元素 亲情爱情勇气要加在里面 等等 不也有好处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来谈这个话题 很多人会注意到 这个所谓的ADHD 这种过动症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才会请您来 聊聊这样的状态 您是第一个 真的我发表意见 我其实看完之后 我就都没有再讲 我都没有讲 对 其实都可以沟通 就是大家态度问题 我觉得您那么nice 我就想讲的话 其实对我们这行业来讲 都一样 不像电影都不太流行 或影视都不太流行 最后的ending 就是圆满的或怎么样 不太流行 就是只是把问题弄出来 然后也可能是一个悲剧 或怎么样 大家在这里面去体会一些事情 对 这是要跟您报告的 当然了 我完全了解 所以其实您没有提问 我都没有任何 我没有跟任何人发表说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还是要鼓励 而且拍了这么好的电影 对 然后那个 我们就讲说 其实韩国也拍 也拍专门对孩子的儿肖精神 也处理一个影集 等等等等 不过这种 就包括现在人家讲说 这个什么 我们上次也谈到 我请来一边来谈 那个忧郁症 忧郁症也变成21世纪的黑死病 其实人类的这个心智 精神状况 从孩子开始 家庭都会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大概每个人都应该 在这方面开始就有尝试 对不对 不管是看书 或者是怎么应该有这些肠子 因为这个问题 人类以后身体上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在照顾到了 对 可是心理方面其实是很重要 身心健康才健康 对 是有这个状态出现 这个真的很需要 因为我们也许讲很多人是没有去看医生 可是你又发现他的行为也很特别 比如说我有些个案 他在每次要交男朋友 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他就跑掉了 因为他有一个不安全感 从小开始他觉得说 当你对人家好的时候 可能你以后一定会失望 类似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 其实蛮多人可能都有一些需要 去解决他从小的一些 像我们这么乐观 也这么健康快乐的 可能也不是那么多 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交到女朋友 交一半我就跑掉了 我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我如果那时候知道 我已经去跟我们高妈妈了解一下 我就是 他们叫我渣男 我都不太懂什么意思 渣男之后 后来改了 不很高兴 我觉得真的 我也希望节目有空间 有人上来我们多谈谈 我觉得自闭症的孩子 还有亚斯波哥 现在已经不在 隐床医学有这样子的事情了 就是很高功能的自闭症 对对对对 就是已经有别的讲法了 我觉得精神 尤其是儿少方面 我就承认是一个大学 儿少我们就还来得及 去帮他很多早疗 早点治疗等等 是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 我再来请高妈妈来教育我们 谢谢 好 世病如亲 对 我也去反省一下 我年轻的一些行为 这边有一些状态 我也不在改进之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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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好 谢谢 谢谢